大家顺着往那边看 这是加拿大一个特点 你走到哪都有这种商区 商区里的超市 各种商场都有 你看我们对面看的也是 各种连锁店 Marshall PathSmart 都是连锁 Core 都是连锁 加拿大的特点就是 到哪都是这些店 实际上通过我们的镜头记录 大家可以感受到 Coreco也是 到各个城市都有 再一个像Shopper's 沃尔玛 怎么讲呢 还有很多的Superstore Home Depot Rona 都是各个城市 稍微大点阵子 都是这些连锁店 所以它提供的服务 产品 价格都是一致的 所以实际上就是 能够看出来 你不管走到哪 加拿大的生活 倒差不差 差不太多 只要有收入 在生活品质 基本都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最爱来的超市 除了一个必须去的中国超市之外 就是Coreco 它的东西 就是都很健康 很实惠 对很实惠 是吧 又是名牌 对 质量有保障 它好多有机产品 都是相当不错 对 所以你看这生意相当的不错 为什么萨克卡通 你别看 对吧 人口不到30万 会有两个Coreco这种大店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周边小镇的人 都上来到这里批发 是吧 这个周六日 来玩一趟 顺便到Coreco 批发 我们还经常在这里 看到就是那种 东欧 或者是东德 原东德那种 社会主义村 的村民 来着购物 公社的社员 穿着统一的服装 还保留着这个过去的那种传统 公社嘛 就是平均分配 大家都工作 都劳动 这个村长说了算 还保留这种传统 所以加拿大 也是一片这个极乐之土 什么方式都有 你别说 就它外面那个小吃 也比外面要是合算 对 这儿呢 就是各个超市 退货的地方 你看 就是不管买了什么东西 你不想要的 随时可以退回来 哪怕时间有一俩月都没有问题 加拿大泰 这是一个原来换轮胎的地儿 后来呢 渐渐的发展上了一个综合的超市 你买鱼具 买一个简单家具 还有剪裁的各种工具 这个搞搞搞 这个家里头 各种工程的工具 都在这儿买 这里确实非常方便 这是各种户外用的 碳 实际上这个生意也可以做 就是做成那种毅然的碳 来这个销售 因为加拿大呢 是非常喜欢户外运动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整个户外家具 这个户外的各种设施 非常齐全 而且呢 确实是适应加拿大这个情况 对吧 地大物博 然后呢 加拿大都有这个车 甚至有皮卡 所以有大院子 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这些 户外家具 也是一个不错的生意 对 户外产品 我觉得还真是不错 需求很大 这小玩意儿 499 500加币 或者299 所以 这水 上面有水的 对呀 这就是 咱说就是这个 玻璃缸的嘛 然后做了个塑形 其实这肯定中国产的 对呀 这个价格都比中国贵很多很多 对 老外呢 就特别 喜欢 这个在没事的时候 收拾自家的院子 对吧 装饰自家的院子 我们中国同胞不一样 我们中国同胞 基本上对自己院子 爱搭不理 要么呢 就是种瓜 种菜 这个 把这个草皮 草皮给它产了 这个花给它产了 种 种菜 那个 它是这么个情况 大家的这个喜好不一样 所以呢 你来这以后呢 你如果做这一类的 就是庭院的装饰 庭院的家居 你如果从中国 能够进一些 这些东西 来这个销售 也是不错的 对 其实很多产品就是 到加拿大 贴个牌子 就变成这个 加拿大产的了 对吧 你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 那个找这个各个商家谈 谈进货 对吧 你只要产品 很独特 然后确实是 大家也有需要 那很容易就卖出去 对 对吧 像这类东西 加拿大 现在都不生产 都从海外进 对 各种帐篷 是吧 鱼具 其中呢 你像这个什么 做 不光是这种 露营的帐篷 还有这个加拿大 撒上这个天冷 大家就是说 这个喜欢这种 就是说这个 冰掉的这种帐篷 都可以做 其实你看这个售价 都不低 对 这些产品 大部分都是海外生产的 加拿大根本不生产 这些东西 对 所以你要是 能够从中国进这些产品 也不错 贴上加拿大的品牌 往后呢 就说 往各个商超 甚至这个 你像是 对 你自己自己 品种全套 自己开个户外用品店 也可以的 嗯 那船的 轮槳 推进器 各种钓鱼用品 是吧 雷塔 探测仪 各种 鱼钩 鱼饵 鱼线 鱼的各种用具 这消耗量都很大 自行车 是吧 还有这个电动自行车 当然加拿大 这个要求这个标准的 可能比较高 所以呢 你就是说 这个质量各方 也必须很过关 才能到这边 能够验收过关以后 才能进行销售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吧 就是说自行车也好 电动自行车也好 这都是很好的 这个市场 是吧 就看怎么做了 主要是 拿的这个 怎么讲呢 这边的这个销售权 和这个 这个进出口的 这种权利 但是 这儿我听说 有些产品 不光是那个什么 从台湾过来的也不少 好像是 各种工具 应有尽有 加拿大这种工具呢 都是很细 这个很专 所以 干什么活 用什么工具 所以呢 就说 你要干活之前呢 你得先了解 这些工具的性能 这个怎么用 然后 当然YouTube 有很多频道 在介绍 大家 喜欢在家DIY的话呢 就可以自己买工具 很多时候啊 这个过年过节 走亲戚 穿朋友 大家相互送礼物 其中 有很多朋友呢 就送这什么呢 送工具 作为这个礼物 我这打折 打得很狠 这这么多工具 一下就打六折 相当于四折 不是六折 四折 很多时候 过年过节的时候 他打折打得非常厉害 对 尤其圣诞那时候 对 这个也是 你一下就省下40块钱了 所以买这些工具呢 就等着 圣诞节黑五啊 等黑五的时候 或者是 过季清仓的时候 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实惠 提前看 做好准备 强 对 像房车上的各种用具 就在加拿大 太买 都很齐选 应有尽有 基本上 我大部分的房车的用具 就在这里 坏了 什么就到这来 对 各种配件 买一个坏的 对 当然 您是汽车爱好者 汽车发烧友 对吧 会DIY 这里所有的汽车上的用品 机油啊 什么 各种这个 配件啊 都有啊 所以呢 你到加拿大太 来买 然后呢 就是 自己做 就可以这个 当一种爱好吧 来这个 学习这个 整个汽车的维修啊 这个进行 汽车的保养啊 自己做 也可以啊 在这里 什么都有 都能买到 所有的机油啊 各种各样的配件啊 都有 我们今天呢 去 泰那边 咨询一下 我那个皮卡的四条轮胎 想换新的 到公里数了 啊 就得换新的 一事呢 我拿到了四个轮胎的包价 总价呢 应该是 1734 加税 加稍的人工吧 这个价格呢 可能 略微的比 Costco那边 换胎 换轮胎 稍微的贵一些 我就最后决定 在Costco那边换了 总之呢 加拿大这个购物啊 有加拿大的特点啊 嗯 就是说价格呢 可能你总体来说 还是比 中国贵一些 大价 价格差不多 小价 越小东西越贵 所以呢 这个小东西呢 大家都喜欢 去那个 便宜的地方 叫刀罗门 刀罗店去买 那可能就符合 这个小东西 也很便宜的 这个规律 菜呢 是比中国贵很多 肉呢 比中国便宜一些 衣服呢 比中国便宜 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购物呢 非常方便 大超市 小超市 商场 你反正去哪 购物都很方便 对吧 当然呢 它这个 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这个 你买的不合适 对吧 你马上去 或者是过一段时间吧 在一定期限内吧 你去退换都没问题 对 甚至 我听说这个 是吧 像宜家买了东西 你一年内 你退回去都没事 是 对 很多东西 就是说 我们发现 包括那次 我买那个 博士中国产的 那个电钻 对吧 使了一次 就坏了吗 坏了 我去退 那还能退呢 我说 你这个东西 治疗不行了 使不住 它就退了 包括买的锁呀 买的各种东西 我就不知道 一庄上发现尺寸不对 但是已经核拆开了 怎么办呢 也能退 这就说 那个 萨塔通的好处 但是有些中国人呢 也很那个 聪明是吧 把油漆 使了一半了 然后断上水 给人 滑回去 这有缺德了 你知道吧 后来这个好业地方 就不让退油漆了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 中国人干这事 这个人是来自中国内蒙的 是吧 这个干这事 搞得大家都知道这事 他还有脸 他把咱外子还宣扬这事 觉得这事他做的挺聪明 简直无语 所以呢 就是大家呢 确实是 在加拿大 有很好的购物环境 但是呢 也不要这个 做太过分 人家是基于相信你的这种 这种这个态度 我们也应该对得起 人家这种信心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 下次节目呢 再根据大家的要求 来谈一谈什么的 就是出国之前 需要做哪些准备 特别重要的一些准备 你别到加拿大以后 才发现 哎呦 这些没准备没做 然后再回去 又很麻烦 是吧 这个 给大家一些提示 好 这次节目我们就结束了 我是小马哥 马嫂 谢谢 下次节目 我们再见 欢迎关注点赞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